马德里 我所生活了八年的城市 如今 已经变成了一座空城 疫情开始大爆发 已经有上千人确诊 一开始还不当回事的马德里人 直到学校停课 参与关门 才从你开始变得严谨起来 大街上戴口罩的人 已经接近百分之六十 也有一些人 是真的没有口罩戴了 我从未见过如此冷静的马德里 街上大部分商店 都已经关门 空荡荡的大街上 只看见拉着小车 心色匆匆 出门购物的人们 马路上有很多警车在旋逻 还有源源不断的救护车的声音 现在我看到在这边 还有一家食品店是开门的 街上很冷清 基本上没有什么人 我刚在附近超市逛了一下 我发现超市里的厕纸啊 纸巾啊都已经被抢关了 这边原来是卖纸巾的 都没有纸了 天哪 现在来到了另外一个超市 马路上有很多 警车在到处巡逻 所以我得找你回家了 我希望大家出门注意安全 戴好口罩还有手套 然后就是 就段时间尽量少出门 我也是隔了三四天才出门一次 我们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情 就是好好在家不要出门 那就先这样了 拜拜 我选择 坚决服从大军 坚决服从大军 池原湖北 干击新冠疫情 不击打扫 无人生死 为生命障碍 我们一定 不如属力 全力以后 放你们出信 咱们开拳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